Hello大家好,我是Sabr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个视频里我和大家分享了 日本皮肤科专家《语金目龙1》的《减法护肤》这本书 也详细解释了鸡断食的理念 如果对鸡断食的理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看上一个视频 在那个视频下方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 所以在这次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鸡断食的理念是不给皮肤造成负担 因为我们的皮肤自身是有保湿和修复功能的 洗面奶、护肤品、化妆品中对皮肤有伤害的成分比对皮肤有帮助的成分要多 所以作者倡导的是只用清水洗脸 不用任何的护肤品包括防晒 尽可能的不化妆 当然因为大家的肤质都不一样 也一定用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护肤品 如果是油性肤质的话皮肤很油 可以在晚上用纯天然成分的肥皂来洗脸 如果所处的橙是很干或者是干皮的朋友 可以在洗完脸擦干之后使用非常少量的凡事鳞来进行保湿 并且保持室内的湿度在40%左右 怕晒黑晒伤的朋友也可以使用物理防晒 就是戴帽子撑阳伞 书中其实是推荐了一款以凡事鳞为基底的防晒的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好像只有日本才能买得到 如果有日本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见到过或者是使用过 讲完精断食的概念和解决方法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清晰一些 接下来就是本小白数的实验时间了 我尝试精断食已经一个月了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30天我是如何度过的 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肤质吧 我自认为我是混油皮 但是绝对是偏油的那种 就是白天出门在外大概两个小时的话 我的脸就会出油 用手这样按一下 手上就会反光出那种油 我的是有看过医生 因为我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个小病 所以会导致内分泌非常不稳定 然后也会反映在皮肤上 所以我的毛孔就会比较粗大 初中的时候我脸上就会开始长闭口啊 长痘痘 美中呢都会去美容院真亲 当时从初中到高中吧 整整六年的时间 所以我的皮肤很薄 脸上也有永久性的红色痘疤 非常敏感 在开始积断食之前呢 我也和简反护肤这本书中 举例的三个女生有堆号入座过 我是觉得自己有点像第一位 因为我跟她的三个烦恼完全是一样的 但又有点像第三位 因为呢三个烦恼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医生给他们的诊断方法 我都有尝试 这三十天里面呢 我一直是用清水洗脸的 洗澡也是只用清水而已 只用清水呢 又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 就平时我们洗脸洗澡的时候呢 脸上皮肤上被水冲湿了之后呢 就会摸到很多的油 身上甚至还能搓出泥啊 但是呢 只用清水洗脸 你一旦擦干之后就立马不油了 和洗面奶洗过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 脸上没有那么的紧绷 没有那么的干了 洗完脸之后呢 我也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涂凡士林的 只有很少几次 晚上洗完脸觉得很干 才会涂一下 但最近呢 觉得有点干 因为一直开空调嘛 所以那算涂一点凡士林 里面是这种透明的膏状 书上说是什么芝麻粒大小 但我也不知道芝麻粒大小是多大 因为我一般都是用手指抹一下 不够的话就觉得抹两下这样子 所以大概手上沾了这么多吧 再手掌运开 其实运完我觉得就已经差不多没了 但就是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残留 那时候就可以摁在皮肤上 觉得干的地方 我皮肤真的是 你看我就随便就摁了一下 就红了起来 我看我好像有点干 关于日常出门的防晒 我是完全没有涂的 一直都是在做物理防晒 其实平时我们不怎么出门啊 出门一般也都开车 走几步路呢也就到室内了 如果是在外面玩的话呢 就会习惯性的遮挡一下 这30天里面我有画过一次妆 就是上周拍视频的时候 底妆用的是粉状的蜜粉和粉饼 除了染眉膏和睫毛膏以外呢 其他的眉毛眼影眼线腮红 也都用的是粉状的产品 那次的卸妆就有点搞笑 因为当时我的肥皂还没有到货 所以用了纯椰子油 ingredients里面写的就是纯 可可奶就只有可可奶 后来发现椰子油根本洗不干净 会油油的呼在脸上 所以呢就当时只能用了 之前用的洗面奶 OK大家我现在算是把妆给卸完了 刚才用椰子油来卸妆的话 除了睫毛的部分 其实是都卸干净了 今天拍视频呢我又化了妆 一会我就想尝试一下 我新买的那个肥皂来卸妆 看能不能卸得干净 染眉膏几乎没有卸掉 睫毛膏也还有很多没有卸掉 然后鼻翼这边还有一点就没有卸干净 再来一次 刚才的妆是卸完了 然后我再洗了第二次之后呢 染眉膏也全部都洗干净了 睫毛好像还有一点点残留 但是我也打算就用可能棉棒 把它再稍微擦一擦就这样了 洗完了之后我的脸上就是 有一种回到了之前洗 洗眉奶洗完那种感觉 就是脸上摸上去 一点油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晚上 比如说您当天脸出了很多的油 或者是长了很多那种闭口的刺水 白头冒出来那种 用一下这种无添加的洗脸皂 洗完了之后脸上又会立马出现干爽的感觉 不含任何添加剂的肥皂 真的是超级难买 我这一块是在一个零废气 零添加的小店的网站上面购买的 我买的这款肥皂真的超级天然 里面所有的成分我都能看得懂 像是橄榄油啊 然后蒸馏水 椰子油 葵花油 然后有清氧化那 但是它有特别标注 清氧化那呢 只是在制作肥皂的过程中使用的 在成品里面是不含有的 还有就是牛油果油和葡萄籽油 我还在其他的几个外国网站上面 找到了几款无添加的肥皂 国内想要购买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想问一下代购 或者呢其实也可以去店里看看 有没有无添加的肥皂 一定要记得看成分表中的成分 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一大堆化学成分呢 那说明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添加剂了 我也是有在淘宝上面尝试找过 但是淘宝上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都没有把成分全部写出来 就只写了主要成分 这就不行 那如果有买到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 或者私信跟我说一下 我会发出来分享给大家的 接下来就是这30天里我皮肤的变化了 前三天油田大爆发 哈喽大家今天是我鸡断食的第三天 然后我刚刚洗了澡 昨天的话就很明显我脸上的白头开始冒出来了 就各种地方的白头 尤其是鼻子脸颊 然后TG还有下巴 这白头都冒出来 然后到今天就更严重 就是我的眉毛这边 然后还有脸颊 后面一点额头上就更多面积的白头冒出来 然后刚才洗澡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就是我的脸在比较潮湿的情况下 或者是我的脸被水打湿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所以我那些白头好像都开始软化 然后我就手这样子去摸一下我的脸 然后就能摸出很多那种白色的血血下来 拖出泥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我觉得我毛孔里面的白头好像少了一点了 因为刚才就是的确下来了很多 就其实第一天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就是我的脸 我只要这样摸过去 是刺刺的感觉 就是脸上感觉有到刺 就是我能摸到我的毛孔一颗一颗 然后毛孔里面都是凸出来一点点那种感觉 然后都是有声音 那种刺啦刺啦的声音 哈喽大家 今天是我进行极端食的第七天 就整整一周了 我个人感觉好像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跟我用洗面拿 跟我用土脸 副面膜什么 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我脸上这个有颗粒感 就这样摸就可以摸到一些颗粒感 有点粗糙嘛 洗完澡之后会特别明显 洗完脸之后也会 可能那时候毛孔张得比较大 我是前两天脸上好像是这里 然后还有这里长了几颗痘痘 现在痘痘好了 痘痘好得非常的快 就一两天就好了 以前的话可能还会化脓什么的 这个还挺惊喜的 大家今天是极端食的第十五天 也就是已经过了两周的时间了 觉得据观察 就我每天自己的观察 包括我手会摸一下我的脸 还有我自己拍照和拍视频 这么看来的话 脸上的毛孔的确有变弃 还有我以前洗完脸的时候 我的脸是红的 现在洗完脸是白的 第三个比较明显的点就是 我觉得我的脸上的那种痘印 坑坑洼洼的地方也平了很多 哈喽大家 我刚刚看了我发的 那个减发护肤那个视频的一些评论 就是看到大家都有一些反馈吧 就是比如说自己的皮肤 其实是非常敏感 或者是很油的 不敢尝试 就打算录一个全天的皮肤反馈 现在是早上刚刚起床 还没有洗脸 手摸上去T区 然后脸颊 它这里是稍微有点油的 下巴是有点干的 OK 我现在是刚洗完脸 然后现在洗完脸了之后 我的整个脸就是干爽的 对 我的手是没有摸到任何的油分 就是还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的 就的确是会这样的 每次我一洗完脸 我的脸上没过几分钟 都会觉得有点干干的 最明显的就是嘴巴这块有点干干的 还有就是伴随了这个干燥 我的脸会有点痒 尤其是鼻子和脸颊这一块 洗完脸应该有一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我的脸还没有太多的出油 就我手贴上去还没有反光 就还好 手上已经有油光了 散油光看到了吗 哈喽大家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不是脸上有出了一些油吗 然后到现在就是还是同样的油 但是呢 现在脸上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就是我的毛孔里面的一些黑头白头 稍微冒出来的一些 就是我能看到它就是跟小笋一样 就露出了一点小尖尖吧 但不是特别的影响 就是你不是凑得很近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我想想我要凑的就是距离镜子这么近 我才能看得到 嗨朋友们 我刚刚洗完脸 就我现在在摸脸 就又是像早上刚洗完脸一样 那种干干爽爽的声音 那好了 这就是一整天 几段时我皮肤的一个变化 和我的一个感受吧 还OK 我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 今天也已经是第21天了 所以就是已经完全习惯了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之间的变化 而且我竟然敢素颜拍照了 要知道我之前素颜的时候 拍出来的照片脸都红得跟喝多了一样 做的很糟糕的一点呢 就是依旧非常爱用手去摸脸 然后抠痘痘啊什么的 这30天里面呢 在生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节省时间 每天花在护肤上的时间变少了非常的多 洗脸最多只需要一分钟吧 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就能出门了 极其方便 对产品的需求也变得很少 只是多了一个烦恼就是 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处理 之前用了一半没有用完的那些护肤品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我的痘痘依旧还是会长 但是我觉得长痘痘这种事情 就是属于身体内部的调节问题啊 和皮肤表面的关系不大 治疗最主要的还是靠内在了 早睡早起做息规律真的非常重要 30天中大概有20天吧 我的作息是特别好的 就当时哪怕是生理期 我的痘痘都没有怎么长 上周呢有几天我稍微晚睡了一点 就冒了三四颗痘痘 这周在赶路啊 所以就痘痘长得更多了 当然这本书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我不认同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观点 比如说洗手的时候不需要用洗手液 避免使用酒精洗手液 这点我就在想作者一定是没有想到 2020年后有COVID发生 现在人手一个酒精洗手液 洗手的时候就算不用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洗手液 也还是要用肥皂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 还有就是关于医美这件事情 作者呢是建议大家不使用护肤品 但是推荐大家用医美来进行抗劳或者去斑什么的 他自己是有开个医美诊所的 那关于医美的话 我个人的观点啊 从效果上面来看 医美一定是比护肤品来得有效的 我自己也打过一次肉堵 但是医美呢也是有很多副作用啊和不好的地方啊 这个要讨论起来的话又是好几个视频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计断食在我身上呢是有效的 我也是会继续计断食下去的 之后也许半年一年的时候会给大家再做一个反馈 当然呢不可能有一件事情是适合所有人的 我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本书想要尝试一下 发现刚好还适合我 所以就尝试了 计断食这个概念呢也是比较新的 市面上关于这个概念的书籍还没有太多 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的话呢 强烈建议先看完这本书 最好是再去问一下皮肤科医生 多做一些功课 问问身边有经验的朋友 慎重考虑之后再进行尝试 我做这个视频也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新的方法 如果刚好能够起到参考作用的话呢 那就太棒了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区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了关注留言收藏分享投币哦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周六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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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